大家好,大家好,春光灿烂,抓紧,遭遥传遥不能停 但是还是依然不是谣言,真家伙 说这个内蒙霍和浩特,这个地方的交集 然后呢,上路执法,没钱了,是不是 见车就罚,见人就抓 只要你走路,你如果没有走自己的斑马线 你如果没有在人县道上走七字进车的 走路的,开车的,只要是人从他的门口经过 从他的管辖的地盘经过,都他俩的要交买路钱 这个问题很正常嘛,我们昨天讲过一些节目 土工他如果没钱了,土工的各个部门 他如果没钱了,他就只能是重操就业 重操就业我们都知道,什么叫重操就业 就业是什么东西,就业就是 此生使我开,此路使我,此树使我在 此路使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东西 如果不留钱,立马就把你给弄死 是不是,如果遇到姑娘,抓回山上 做崖宅夫人,是不是,让你享受融化富贵 就这几个词啊,这叫做重操就业 交警就是这样子的,中国的交警是最他妈臭不要脸的 我来了自由世界生活,我第一个最大的感受 就是我在我们这个地方,我都开了个小六七年的车了 我他们从来没见过交警长什么样,我真没见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也不对啊,我见过一次 有一次我去海边玩,游泳 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被男下来了,干嘛呢 酒驾,然后我就让他们吹了一口气,还谢谢我 就这么一次,我在任何一个十字路口从来没有见过交警长什么样 真的,我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这个因为驾驶违规的现象 就感觉到这个城市没有交警,但怎么可能,那没有,不可能没有交警 是不是,那中国的交警,那是一群畜生的,到处抢钱 他们以前我在,我在政府机关就是当差的时候 就是他们交警呢,因为人力不够嘛,就找一些鞋警是吧 鞋警也不够,后来他们找一些个,咕着这个红袖张的一些个屌丝 中老年人,就蹲在那个马路中间 马路中间不是有条黄线吗,就坐在那个黄线中间 你的车底一不能超速,要慢,城市里面吧 第二,如果你的轮胎,你听着你看,听着你看 如果你那个轮胎压了红线,立马就罚款,二百三分 哎呦,那真是,那你说你想想,这都是什么事啊 是不是,那还是那个年代的事情啊,这一晃都有二十年前的事情 三十年前的事情,那现在的话我告诉你啊,那交警公开的就抢 说为什么呢,就是没钱了呀,交警那么大的摊子 这么多人你怎么养活啊,我是交警队的队长,我也会抢 对吧,但是没想到你又有时候大水是冲了农王庙啊 这就是这几天内蒙古火号的发生的事情啊,说交警呢,就是和地方军队 我估计是武警吧,应该不是军区的人,是武警部队的人 打起来了,就为这个事情,说交警一溜的人嘛 上百人,南中一溜的武警的军车,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在,此路也是我开啊 要想从此给我留下买楼钱,哎,无警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 卧槽,你居然找我说一下,我是执行军队的任务,执行习主席的命令,是不是 你居然找我说一下,你不想活了,不是,两个人吵起来的 结果交警的人一看不对啊,赶紧给领导打电话,领导说你他妈的犹豫什么呀 任何人也要守法呀,法律面人平等啊,军队也要人平等啊 我没听说过霍华豪特的武警部队有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军事行动 没有,他们就是一群他们吃饱的,没事干的人,必须收钱,是不是啊 必须要交钱,不交钱,弄死他,不交钱扣起来扣车扣人,是不是 罚款,扣分,呦,去,然后这个事就过去了,不是吧 过去了,结果第二天,就是说这个武警的人开着坦克,是吧 就是气吞伤和的,就找到这个交警的执法人员 路上就干起来,双方摆开阵,是大战一场 说这个交警动用了,轻倒车,直接给他碾牙过去啊 又拖又碾的,军队一看正式不对啊,他妈的你这么牛逼 是不是,赶紧掉好家伙事,是吧 把这个庄稼车,庄稼车,你这个交警的车,你不是对是吧 是不是,把庄稼车掉来了啊 完了以后,就开始,两方面就摆开阵势,要开枪开炮了 庄稼车有高射机枪啊,突突突啊,是不是 据说这个武警也没占上风,因为武警的人少啊,交警的人多啊 这个东西,你不可能说对着我交警的这帮人开枪嘛 用冲锋一下把他搞死嘛 据说这个武警部队,他的那个庄稼车上的高射炮,是吧 对着天空扫了一艘的姿态 哎呦,说这个霍华特好久没看见这样的场面呢 现场上万人围观,哎呦,好不热了 这个事出现以后呢,就真的其实是蛮严重的啊 其实网上有视频的,有头有真相,有视频的啊 双方打的是这个,不亦乐乎 后来说这个武警的人呢,知道这个事儿,你躲是躲不过的 你如果就这么认输就走了,那肯定不行 最后他们就开着装甲车,就直接就杀到这个交警的院子里面 不在街道上搞,是吧,影响社会稳定 我杀到你的院子里面,直接就用装甲车 推到这个交警队的院墙啊,围墙,推到交警队的大门 然后直接就装甲车开到这个交警队大厅里面 哇操,对着这个办公楼一通扫射,火力全开 完了以后导致庶民交起,当场就被打死了,当场就逼命了啊 这个事就闹大了啊,这就闹大了,如果这种就是打打群架 如果双方呢,就是如果吓唬一下,是没什么关系的 大不了就回去给上面的领导汇个报啊,说我们在公营店的时候 保持的克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事情啊,双方有些问题没有沟通好 但是呢,我们都和平的,最后就解决了,没问题 但是一旦你死人呢,这个东西那是要上报的 军队开枪杀人,这一定要报到习主席那里 习主席如果这会儿正在跟小姑娘正在约炮 也得要抽出她的牙签,仔细听汇报 听完了以后再继续的,继续抽查 是不是,哎,习主席这会儿在重庆呢 金文,这个内蒙古的交警和军队打算了 军队开火了,这还得了啊,是不是 说习主席特别怕死嘛,他对军区的人,对军队的人 早就说过,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够 是不是,开第一枪,说一会儿要打日文的,一会儿要打台湾的 一会儿要打菲律宾的,一会儿打印度的 你看到没有,他们真没开过枪,为什么呀,怎么就这么守规矩 习主席说过的,没有习主席的命令,任何人不能开第一枪 这个倒好啊,是不是,在国际问题上,在台湾,菲律宾,日本 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印度的问题上,没有开第一枪 说在俄罗斯问题上也是这样子,俄罗斯的这个,在远东这边的海上 没少对着中国的渔船,对中国的货船,然后,动用他们的高射炮 动用他们的军舰,然后突突突,隔一段时间又打死一批中国人 完了,又炸成一些中国的渔船 没任何反应,其实中国的军队就在附近,是吧 因为没有习主席的命令,谁也不能开第一枪 哎呦,结果没想到习主席的自己的裤裆里面,内蒙古这边 军队和这个地方交警干下来了,而且军队还开枪了 交警也有枪啊,交警这个时候一看军队的人开枪了 怂了,不敢动了,赶紧就缴械投降 不打了,不打了,都是自己人,饶我一命,是吧 我们都是习主席的好学生 哎呦,网上的段子满天飞,特别好玩,知道吧 说习包子这会儿再重新遥控指挥,是吧 说这个,要严查,谁也再也不敢把,让失态 不能让失态扩大化,说要查这个武警部队 为什么要开枪,没有习主席命令 因为这个事儿,它不是地方的纷争,是吧 它是什么呢,它是军队的纪律 你公开的违抗这个习主席的最重要的命令 打响了这个第一枪,这还得了啊 你如果说这个第一枪,如果没得到控制的话 大家还记得历史书上的这个叙事吧 武汉,辛亥革命,武汉地方上的部队打响了这个什么 反对晚清王朝的第一枪 终于印来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一枪很重要啊,可惜这回打枪的不是针对西包子的 而是针对交警的抢低盘,都没抢花了,是不是 所以这个,西包子居说这两天不敢回北京 嗯,担心呐,在重新想好好找几个小姑娘想好好陪着 是不是,想搞点彩人不扬,把自己身体搞好 不敢回北京 北京这边的人呢,反局就议论起来了呀 北京的一些专家就议论起来了呀 说这个西包子这么搞下去,经济如果不好 这么大的公务员的队伍,这么多条条框框,这么多战线 这么多对口的单位,你如果上面没钱拨了 大家都没抢花了,最后就陷入各自为政 相互抢劫,是不是 城管在路上抢钱,抢着抢着抢着 是吧,抢到工商局了 你工商局大呢,还是城管大呢,是不是 城管有枪,工商局没枪搞不定,是不是 这会交紧抢钱抢钱,抢到军队了,那军队大呢 还是交紧大,当然军队大军队有枪嘛 最后就是谁牛逼,谁就是老大 就跟习主席一样的,习主席为什么能够拍死李克强呢 为什么能够拍死汪洋呢 因为习主席有枪啊,习主席魂不定呢 他就这么一个情况,他说你按照这样的格局发展下去 最后中国就要陷入什么的诸侯各具,各自为政 是吧,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中国历史,搞着搞着搞着就搞成这个状态了 然后你习主席就终于去不灵光了 然后突然里面有一个人呢,就是发起总工 冲向中南海,一刀把习主席牙签给割了 唉,这个事是个大事啊,但是呢,我的朋友告诉我啊 习主席已经成功的平定了内蒙古的一个地方的局部的暴乱 这个事不作为虑,习主席受到了惊吓 多找几个小姑娘才阴不阳 然后平复一下情绪,事就过去了,谢谢